下午好 欢迎收看3月22号的五间新闻 珍巴卡州议席今天进行补选 在国阵没有参选的情况之下 虽然是五角战 战情还是略显平静 由伊党已故精神领袖聂阿兹的学弟阿莫法汉 初次披甲上阵 对上另外四名非当地人的独立人士 因此阿莫法汉非常有望保住伊党堡垒 截至11点 选委会宣布投票率是30% 而珍巴卡的选民人数是21,890位 下一则新闻 地沟油危害人体健康 但它仍然有其他的用处 中国海南航空昨天便使用地沟油 和普通航空煤油混合的燃料 成功搭载156名乘客和8名机主人员 从上海飞往北京 这是中国航空领域首次使用生物柴油宅客 接下来看一则鼓舞人心的新闻 20岁的Peter Foster全身尽管有超过25种缺陷 包括市丈因为费容量只有正常人的35%而无法吞咽 不过他仍然积极乐观地面对人生 影片上传之后 网民也急于鼓励 赞扬他的坚强和勇敢 今天新闻的最后来听听 这对非常有音乐天分的兄妹 如何将《冰雪奇缘》里头的歌曲变得更有趣 瞬间在网路上爆红 现在连Disney都有一帮哥哥发行专辑 《冰雪奇缘》里头的歌曲变得更有趣 《冰雪奇缘》里头的歌曲变得更有趣 《冰雪奇缘》里头的歌曲变得更有趣